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部長雷蒙多揚言一定會有 全新一輪的制裁 然而中國這一次挑戰美國霸權的同時是 全方位的挑戰 特別是美元 這一次首先是燒地阿拉伯 打算將來部分石油美元 改用石油人民幣結算 緊接著今天普丁說 以後要用蘆布天然氣 過去季辛吉講的石油糧食貨幣 三個美國強權的 這一個主要核心的要點 現在全方位的都變成 美中大戰攻防的重點 所以軍事的戰場固然是在烏克蘭 然而其他的戰場都在美中 同時去年年底 日經新聞直接追蹤 中國已經事先囤糧全球一半的庫存 而今年整個四月份 如果烏克蘭不能夠大規模的順利播種 全球下半年的糧食戰爭跟糧食危機 恐怕會全面性的惡化 然而如今停滯性而通膨 已經使得拜登也面對內外交戰的處境 在美國內部 我不爽拜登的支持度 事實上是來到54個百分點 主要的核心當然都是不爽通膨 同一時間瑞士內部也有反彈 這一個網路上串連了超過6萬人 現在連署要求把普丁的情人趕出去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透視中文研究員 同時是台大政治系榮永教授 明居正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余中紀將軍 大家好 再來是張騰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朱約忠 大家好 再來是文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我剛講 軍事的樂戰戰場是在烏克蘭 但是其他全方位的大國競爭的戰場 是在美中 而美中的核心戰場有三個項目 一個是石油 一個是糧食 還有一個是美元 過去呢 美元的霸權建立在石油美元的龐大基礎上面 現在呢 沙烏地 阿拉伯先造反 準備要玩的叫石油人民幣 然後緊接著普丁說俄羅斯要玩的叫做如布天然氣 好 創下 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內部討論石油美元 遭受到本質上的討論 過去美國的霸權 儘管美軍是一個超強大的基礎 然而其他的幾根這一個重要的基石 是建立在石油 糧食 貨幣的全方位的大國基礎上面 但是現在這一回合中俄結盟 事實上是全方位的挑戰美國 雖然拜登和美國不斷的劃下紅線 警告中國 警告習近平 你不能偷偷的協助俄羅斯 可是在很多面向之上呢 雖然沒有正式的出兵 沒有正式的物資 中國也有系統化的 全方位的在挑戰美國 挑戰美元的地位 首先呢 拜登對付俄羅斯 發動了人員戰爭 但是這個人員戰爭裡面 第一個破口呢 就是習近平在4月的時候 要去訪問沙烏地 阿拉伯 而且呢 可能會推出石油人民幣 這就直接挑戰了美國的人員政策 也直接挑戰了美元的地位 而這個狀況呢 所以巴斯就出來講了 就是你拜登的人員政策是失敗的 第一個呢 你國內沒有足夠的油 去控制這個 第二個呢 中東那些國家 比如說沙烏地 阿拉伯 他們最在乎的就是南夜門 還有伊朗 尤其是伊朗的激進教派呢 就是要消滅沙烏地 阿拉伯等王室 結果你整個拜登在中東這邊都沒有去注意 都沒有去處理 所以中東政策失敗 讓這個石油人民幣成了一個新的破口 那竟然這種可以成為破口 所以普丁也看到了 普丁現在正在說 他要針對 其實列出了58個可能的國家 不友好國家 你們要買我的天然氣 這叫做蘆布天然氣 天然氣蘆布 你只能用蘆布買 那這樣子也是在破解 美國把它踢出國際金融戰 金融體系 這樣一個破解 而美國更在乎的是什麼 是整個科技戰 而科技戰裡面 蘇利文在搭上飛機空軍一號之前 特別強調說 到了整個北約之後 要特別針對中國可能協助 美國的商業電子 不是 協助俄羅斯的商業電子 計算機 飛機 零件這方面 是整個美國最關切的 而雷明東也特別出來 警告中國 說美國絕對會實施 更嚴格的出口管制針對中國 而且方法上基本上就是 封鎖你們這些中企 而且他還講說老大姐在看著你 美國會每分鐘 每一天 隨隨時時緊盯著中國 一定會有所制裁 可是中國在這很多方面 還是在介入了 比如說不是說美國考慮 跟歐盟國家考慮說G7裡面 要把俄羅斯踢出G20嗎 可是中國就講說沒有這個資格 不能這樣做 然後整個北約的秘書長 又出來講說得到中國那邊的聯繫 認為說中國支持莫斯哥 開始首次質疑 你們北約要把他踢出G7是不對的 中國認為每個國家 特別是北約的國家 都有權利選自己該走的道路 不應該這樣子集體一致 所以你看在外交戰場上 在國際組織上 中國也開始進行干預了 而在這所有的干預裡面 這一次戰爭 我們看到烏克蘭在這邊最關鍵 最核心的是什麼 AI 戰爭 而AI 戰爭 中國也想要成為霸權 而這時候動手 是動到我們台灣來了 新竹地檢署抓到的是 南京南洋智能科技 還有生俊的叫做易峰科技 他們在三年前開始根據我們的法規 在投審會在台灣要設辦次數 設分公司 然後聘用的是台灣的人 看起來是這樣子 但是在這三個月裡面就砸掉一億元 利用是什麼 要招人 要面試 開始挖腳台灣的AI人才 開始要把他送到大陸去 開始去搶AI的技術 所以在AI人才上面 已經也在跟美國對著幹 也在從台灣這邊去挖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太空大戰也已經要打起來了 因為這一次我們知道 眼睛是最重要的 可是眼睛裡面 現在俄羅斯的航天集團想說 俄羅斯的葛拉納斯還在 但是俄羅斯裡面 還有很多是利用了全球的 特別是商業的美國GPS 然後知道美國可能 要考慮把俄羅斯的GPS給關掉 給它給踢出去 然後他們雖然宣稱說 他們有葛拉納斯 其實是可以的 可是全世界都知道 葛拉納斯呢 其實它的整個衛星系統 遠遠不如美國 因為它是在197年 196年開始要建設 可是後來蘇聯解體 一直沒有建起來 到2003年才開始重啟 目前27顆 可是它的地理空間資訊 用的還是90年代的地理空間 蘇聯的地理空間資訊 所以在全世界的精準度 如果它真的被美國踢掉的話 它的匕首飛彈 它的口徑飛彈就沒那麼準了 而美國在2018年提升GPS到第五代 第三代 而第三代是五角大塞亞太空實力部 可以直接針對某個地區 就把你完全關掉 然後另外一個呢 也有俄羅斯的軍官出來講說 他們現在更麻煩的是什麼 就是就算葛拉納斯 他去年有跟北斗衛星 有合作要互通資訊 但是地面接收器出了問題 而這地面接收器主要是來自台灣 因為全世界是美國的GAMI 然後歐洲的TangTang加上台灣呢 佔了全世界地面接收器的七成 俄羅斯那一代大部分都台灣的 而目前台灣的地面接收器 大概快要用完了 所以他認為說 等到連地面接收器都沒了 俄羅斯的眼睛都瞎了 兩個禮拜之內戰爭可能就會結束 好 那我請教這一個明老師 軍事的熱戰戰場在烏克蘭一個月了 那拜登現在的行程 事實上是在訪問歐洲 那當然準和的是北約的盟國 盟國跟這一個美國方面 最擔心的是普丁 使用化學武器跟核武 那軍事戰事事實上 以俄羅斯的軍隊進行來講 是相對焦灼 可是另外一個全防衛的戰場 事實上是在美中之間的攻防 而且這一回合是從石油糧食打到貨幣 老師怎麼觀察 我先回應這個石油糧食貨幣 這個我雖然不太喜歡基辛基 但他這個觀察是對的 我們必須肯定 也就是美國霸權的基礎 的確是基本建立在這三者市場 當然還有別的東西 比如說軍隊等等 還有科技 可是這三者就是說 你可以在不動軍的情況上 你可以操控了國際的財富 甚至國力的移轉 這過去已經有很多案例了 那講到戰爭呢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俄國最近我們講說 打得不太順利 我們看他不斷地向外去 這個去借兵嘛 就借了幾個 先後借了四波 然後消息出來了 那兵到不到呢 我們還不知道 這兵能不能用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第二看 他借了四波的軍隊 第一波呢 是車臣的戰士 然後最近又說車臣那個 又是一個說法是車臣指揮官的 落地沒多久就被殺掉了 然後又出來辟謠說沒有殺掉 然後前兩天又出來消息說 車臣那個總統呢 說要來呢 其實沒有 他只是在車旁擺的樣子 他根本沒有過來 那不管怎麼說 就是現在看起來 好像車臣暫時 沒有發揮預期的作用 不管現在他們是不是 回去啊 回家了 這第一批 第二批是敘利亞的 清俄等民兵 然後說本來招募 四萬人 說已經招到一千多少人了 一萬多少人了 然後有四百多人 在哪邊接受訓練 那現在看起來呢 好像也還沒發揮作用 那第三波呢 是又傳上 上個禮拜呢 又傳出消息說 俄國呢 向中非國家去接志願軍 這非常奇怪的事情 說有一批這個俄羅斯勇兵呢 叫瓦格納集團 他在一些中非洲的國家呢 非常活躍 一個是中非共和國 一個是莫斯安比克 一個是瑪利 那為什麼找這些人呢 因為他們在當地呢 打灌了這個城市游擊戰呢 有比較豐富的巷戰經驗 而這部分呢 好像是這個俄國軍隊呢 比較欠缺的 所以想把它找過來 那麼這些消息呢 現在還沒有最後的落實 但現在有的消息傳出來 第四個就是這兩天講說 白俄羅斯呢 有可能參戰 當然白俄羅斯會不會參戰 從一開始我們就來講 到現在為止呢 好像消息非常複雜 好像有說有的 有說沒有的 但是所有這些說明的事情就是 俄羅斯呢 戰損非常嚴重 那麼第一呢 士兵傷亡好像比例比較高 我們看到最低的數字呢 好像是俄國自己發布的 說是400多人 但大家都不相信 所以現在美國給出估計一般來說 大概是7000人上下 那這個烏克蘭給出數字呢 到達1萬多 所以最高我看過是1萬7的 那不管怎樣 把它全部加起來 除以這個N的話呢 大概這戰損幾千人呢 大概是跑不掉的 這是第一個 所以士兵傷亡數字不算小 第二呢 高階指揮官上網我們現在看到最大數字是15人 然後將官我們看到數字呢 是5人 如果說一般來說是1萬人有一個將軍的話呢 那現在20萬人理論上差不多是20個將軍 如果15個將軍的話 那就是四分之一 這個戰損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旁邊是兩位軍方的這個朋友呢 我能不能再多說了 他們會比我清楚得多 但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你看到說高階指揮官損傷這麼嚴重 但是你沒有看見俄國的軍報當中 報道說我殺了多少烏克蘭的高階指揮官 對 我這邊消滅了烏克蘭一個部隊 你們打擊烏克蘭軍事設施 然後那邊又打擊一個小分隊 但是沒有看到 好像只看到一個就是烏克蘭將軍呢 這個在作戰身亡 所以不管怎麼樣說就是 即便烏克蘭損傷非常嚴重 但是俄國的損傷呢 打到了超過5%到10%的話 它是不是能夠繼續作戰呢 這是歐美現在在問的一個核心的問題 那麼所以這樣直接導致 我們講的下一個這個下一個動作就是 那如果說 第一這個地面部隊推進呢 不像我們一開頭判斷那麼順利 然後現在看起來好像 比我們判斷的不順利 還要再更加不順利 那俄國還能幹什麼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一看到 他已經很公開呢 開始使用核子武器的恐嚇 我們也簡單提過 國防部長呢提過核子恐嚇 然後這個外交部長呢 也提過這個核子恐嚇 然後普京前幾天下令說 讓這個所有高官呢 進行核武戰備演習 就怕萬一要進行什麼核子戰爭什麼等等 大家都非常害怕 那所有這些東西呢 大家看見就是說 其實反應就是俄國方面呢 戰士非常不順利 那戰士不順利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第一就是阻止美國跟北約呢 繼續幫忙 所以上個禮拜他講說 我們會攻擊你們北約的這個 在波蘭那邊的運輸車隊 或者說這個什麼倉促點什麼等等 北約立刻出來放話 講說你打我就等於攻擊北約 那也就是說我擺明你可以打烏克蘭 那為什麼我不可以幫烏克蘭 我是沒有進兵 但是我幫他打 那這點呢你干涉不了我 好了那如果說走到這一步的話 那說不定的事情就是 俄國打烏克蘭呢 比我們想像中不順利的太多了 所以一方面呢 使用核子武器的這個核警告呢 是警告美國跟北約不要介入之外呢 另外就是我恐嚇烏克蘭呢 你立刻停止這個抵抗 但是北約不吃這一套 北約說你不能用核子武器 然後核子武器呢你不會打贏 北約不但警告呢 北約還真的真的出手了 但是當布什直接這個對付俄羅斯 這兩天呢 北約已經宣布我進行大演習 我在挪威進行演習 27個國家 3萬名士兵 200架軍機跟50架軍艦 演習地點在哪裡呢 在挪威 然後講得很清楚 我幫助挪威抵禦外來的威脅 那這話講得非常明白的 也就是假想的就是你 為什麼 因為你破壞了原來大家所認可的國際秩序 好 那然後這前幾天呢 我們旁邊的張總工也提到 就說俄國就公布說用了這個高 超高音速的這個匕首飛彈 去打了一個軍用倉庫 然後說匕首飛彈多厲害多厲害 是 匕首飛彈是很厲害 當然一個就是它是一個威責 它可以裝核彈頭 張總工也提到 那麼另外一點就是 它的確是要測試一種新武器 那問題是 如果測試新武器的話 你打一個軍火庫 坦白說它是一個 以戰爭角度來看 它是一個低價值的目標 你打一艘重型的戰艦 或打一個重要的核指 或指揮基地什麼等等 那可能還說值得 你拿來打一個軍火庫呢 除非軍火庫證明是什麼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否則這樣講的話呢 應該用處不審大 好 那這說明什麼呢 這說明說 第一它真的可能是後援不济 所以它才使用重手段 就像我那天在問那個張總工 我說他為什麼會用到這麼重的武器 那張總工講說就是 第一呢是測試 然後第二就是阻止北越的介入 第三呢就是我震責你 但不管怎麼樣 它影響下一步 這說明就是 我在這麼早的時候 當然對俄國來說不算早了 對我們來說就是戰爭打到這時候 你這時候用的東西好 說明一點就是你可能無以為繼 什麼叫無以為繼呢 你沒有足夠的精準飛彈 來支持你的空襲 然後支持你對這個烏克蘭地面的打擊 這表示說你的地面部隊要往前推進了 會有更大的困難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下一步就是 它說要使用化學武器了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烏克蘭戰爭已經進行一個月的 這次軍事的戰場在烏克蘭 然而全方位的經濟外交科技 乃至於貨幣糧食的戰爭 事實上是美中大戰 那老師這一次拜登最新的行程 出訪了歐洲的這幾個北約的盟國 主要除了可能推出對俄羅斯新的制裁 另外一方面 今天紐約時報事實上也追蹤了 美國的團隊很有可能 應對萬一普丁用化武跟核武 他們也會籌組老虎隊反擊 對這個消息線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看到前面提到說 俄羅斯威脅使用核武 是俄羅斯方面放的消息 這次說俄羅斯會使用化學武器 是美國方面放的消息 當然國際上我們又看到說 馬上有人懷疑說 美國的情報準確不準確 請大家回想一下 美國在2月11號的時候 2月11號的時候講說 俄國會在5天之內發動戰爭 就16號沒有發動戰爭 大家嘲笑他 最後24號發動戰爭 原因就是他要避開冬季奧運 但是美國說俄國會發動戰爭的情報 是準確的 也就是說現在美國又想說 俄國可能使用化武 那這個情報準確不準確 大家就要看了 在近代2030年來 我們的確看到化學武器 有在戰場上使用過 一個比較明確就是伊拉克打庫德族 那我們說使用過化學武器 這個我們見過 然後一個傳說是兩伊戰爭當中 使用化學武器 我們看過一些照片 但最後有人否認 再一個就是俄羅斯打車程 被車程人宣稱說 使用過化學武器 這些確定不確定 我們不知道 但伊拉克打庫德族 用化學武器這是確定的 那即便所有這些案例都是真的話 那我還得指出一點 這些在國際上看起來 第一是不可饒恕 沒有錯 但是大家會認為說 它是內戰 它是內戰 而且是打國內的少數民族 固然是違反人道主義 違反人道精神 但是內戰 它不是國際戰爭 大家就想說 你殺你自己人 那我不高興 我譴責你一下 封鎖你一下 但是不會很嚴厲的反擊 所以如果說 美國警告俄羅斯 使用化學武器 俄羅斯只有真的用了的話 那很明顯 違反國際法 第二再次證明了 我們說的 俄羅斯的戰爭 進行非常不順利 必須要使用化學武器 才是去強壓 烏克蘭投降 但是俄羅斯也必須計算一點 你現在只是用傳統的武器 把烏克蘭打成這樣子 你被制裁 已經到這種嚴重地步 而且有可能就是 我們講說 它可能七天十天 甚至更短時間之內 它就打不下去了 那對 你因為打不下去 你要使用化學武器 但是你要計算一下 你使用化武 或甚至使用核武的時候 你覺得美國 歐盟 北約會怎麼反映這件事情 你現在講的 不是一個內戰的問題了 雖然你一直講說 烏克蘭是俄羅斯利一部分 所以我這算是內戰 可是大家這次 可不是這樣看的 大家這次看來就是 你違反國際法 然後你打擊了另外一個主權國家 你威脅到了歐洲的安全 甚至威脅到了美國的安全 大家覺得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俄羅斯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它得好好計算一下 我能不能承受 人家下一波的這打擊 那下一波 可能就不只是說 經濟或金融制裁 可能真的是軍事上的動作 所以走到這一步 有人就問說 那會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像我一個朋友就問我說 那會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好我們來界定一下 什麼叫大戰 在國際關係的研究當中呢 我們對大戰是有界定的 大戰用英文來說叫做 Major Wars 或是A Major War 什麼叫Major War呢 就是有大國參加 那麼大國就是大家 一般觀念中那幾個大國 不同時間也不一樣 譬如像英法 厄普 奧義等等 那現在是美俄 然後德法日等等這些國家 所以世界大戰定義就是 第一要有大國參加 就主要大國大部分參加 第二就是大國家分開參加兩邊 因為都參加一邊的話 那還不算是 那參加兩邊這樣對打 才叫做大戰世界大戰 第三個定義就是 當這個戰爭打完之後 會改變世界格局 比如說原來是 這個英法 厄普 奧義 然後打完之後 剩下三個強國 剩下兩個強國 像二戰的時候 原來有幾個強國 打完之後剩下美蘇兩大強國 那叫做改變 改變國際格局的戰爭 這叫大戰 好 所以大戰的定義 比方明確之後 那我們來看看 所以如果今天這場戰爭 要走到大戰 它有幾個條件 第一 美國得參戰 參戰就不是說 當兵工廠 是1941年前 美國就當兵工廠 1941年以後 美國直接參戰 那叫參戰 就是我派軍隊進來 美國參戰之後 我們必須看見 德國 法國 英國 乃兹日本都直接派軍隊參戰 然後再來另外一邊 就是中共也必須參戰 不管你參戰哪一邊 反正就這些國家 都得參戰 那這些條件具備的話 那大概可以叫做 世界大戰了 好 那下一個回頭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美國 歐洲跟日本 他們在什麼情況下 可能會參戰 這就回到剛剛的問題 俄國威脅使用核武 美國現在情報說 俄國可能使用化武 所以俄國就必須認真考慮說 那如果我真的使用這武器的話 他們會不會動手 大家不要忘記 但我認為會 北約的軍隊線已經在旁邊了 我認為俄國只要踩這一條紅線 北約跟美軍都會進場 這條是紅線 這條真的是紅線 所以俄國得好好想一想 但不管怎麼說 就是如果真的這些國家 不要說全部 大部分國家參戰 打完之後 國際格局一定改變 那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了 好 那所以下一個 比較小的戰術的問題就是 打到今天這個局面 我們那時候想說 俄國的下車是什麼呢 或者打下基辅 或者活桌 或者殺掉澤敦斯基 然後逼烏克蘭進來談判 這是他下車 現在看起來 打到了快一個月了 我們現在判的就是 俄國現在可能連下車都打不到 什麼叫下車打不到呢 就是他可能要放棄基辅 也就是對基辅 採取為而不公的態度 因為必須要做出姿態出來 前面我們為什麼鋪陳蔣愛大隊 說他從中非去借兵 從敘利亞借兵 從白俄借兵等等 所有這些問題就是說 他的戰力是不夠的 那現在就是 比較最可能就是 白俄到底敢不敢進來打 白俄如果進來打的話 他等於是舉國賠上來 很簡單 他邏輯就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呢 就是如果俄國在這裡 對基辅支持為而不公的話 他真正的目標呢 現在看起來 他的下車的下車就是什麼 打下馬力波 因為打下馬力波之後 從地圖上各位可以看一下 烏東烏南串在一起 對 烏東烏南串在一起 連接頓巴斯跟克里米亞 也就是他直接從烏東 就可以從陸路呢 就走到克里米亞 就不需要走海 走水路 但這樣的結果就是 他的代價會非常高 那所以今天大家看見 俄烏在增了呢 現在在增馬力波 好 那先回到基辅 剛剛我們講說他可能放棄基辅 但他如果強攻基辅的話 因為他真想拿到下車的話 他的傷亡一定會再提高 他提高傷亡 如果能夠拿下基辅呢 或許還勉強划算 他現在得計算就是 我如果再增加兵力投進去 我170多銀銀 投進去多少個銀 然後還打不下基辅的話 那我怎麼辦 好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不管打不打了下基辅 萬一北約這時候 突然間介入我怎麼辦 我必須計算這件事情 我不能說北約一定不會兵力介入 然後我會放心幹什麼事 因為大家原來以為 我不會打 我打了 那現在大家也會改變策略的 所以剛剛講說 美國跟北約軍隊已經在邊界 雖然大家現在認為 俄國大也認為說 他們真的派兵 進入烏克蘭的機會非常小 但是一旦我踩了紅線之後 他會不會這樣幹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 最近俄國的艦隊 不是又從東方那邊出來了嗎 靠近日本那邊 日本在講什麼呢 日本說北方四島 是我日本固有領土 那你覺得日本是真的要把 這北方四島拿過來嗎 就像你常常講說 趁你病要你命嗎 真是這樣嗎 日本一定記得 俄國是有核子武器的 他面對核子武器國家 去搜索北方四島 應該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所以他在做什麼 他應該是戰略上的洋動 就是配合那地方說 你那邊有事情 我告訴你這邊有事情 所以你不要輕鬆 我讓你被毒而立分 好那最後剩下一個問題 中共怎麼辦 坦白說我們講說 中共如果比較聰明的話 就真的第一 絕對不能參戰 第二呢也不能軍院俄羅斯 第三呢甚至比較徹底 就是我出來譴責俄羅斯 這是比較徹底的 你要說從這個短期來說 這是最佳的策略 問題是中共現在很尷尬 到底能不能走到這一步 因為的確我們看到就是 上海有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戰略家 出來講說 應該公開跟這個 俄國割席什麼等等 但是我覺得中共這個抉擇 會非常困難 所以中共現在還在掙扎 美國現在也就不斷的放話 也在做好各種態勢 就是說 我警告你 你最好不要參加 你一定要參加的話 你的後果會非常嚴重 那現在中共參戰不參戰 一句話說完 一年之間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烏克蘭戰爭已經進行一個月了 拜登現在的行程 正在訪問歐洲 歐洲跟這個北約的盟友 會如何面對這場戰爭 會不會有新的制裁 也是外界觀察的重點 但是歐洲的輿論 事實上是非常的反普丁的 以瑞士來講 最新的連署 是要求把普丁的情人 直接趕出瑞士 好 明杰剛剛看到了 瑞士之所以有人連署 而且高達6.3萬人連署 希望普丁的情人趕出去 而且勸退普丁 主要的原因是擔心 這場軍事熱戰擴散惡化 把烏克蘭為什麼這一次可以打的 以小博大這樣的一個戰果出現 那當然有人也談到說 可能美方的情資跟北約 早就把烏克蘭包的滴水不漏 等於說背後協助烏克蘭 獲得相關的情資 其實我們老早在開戰前幾天 就已經談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基本上烏克蘭能夠對 俄羅斯進行包含像伏擊 精準打擊甚至有那麼多將官 遭到攻擊而陣亡 這些背後顯示都是 在情間真ISR系統上面 背後絕對有外力的強力支撐 其實我更早之前還沒有開戰前 我們就在評估說 美國其實早就把二軍的動態 摸得一清二楚 一舉一動 全部都知道 所以為什麼連美國的總統拜登 先都可以事前出來警告說 可能俄軍要即將要攻擊 烏克蘭只是說外界當時認為說 普丁應該不會這麼衝動 但是是沒想到說真的動手 那其實當時你可以觀察 我們從很多情資顯示 非常多包含像他商業的衛星 馬薩爾 其實我認為這都是白手套 都是背後有美國的情報單位 去用衛星直接提供的 把所有俄羅斯邊界 當時還沒開戰前 所有的這些整個 俄軍動態造的一清二楚 地面上哪些戰機 蘇凱304 蘇凱25 部署到白俄哪個機場 包含他有幾個BTG的戰術營 然後進駐到哪支坦克部隊 進駐到這一個 譬如說俄烏的邊境 所有的包含像 這伊斯坎德的飛彈發射車 有幾輛在哪一個位置 全部拍的一清二楚 其實當時我認為 俄軍如果照進其實非常危險 只是沒想到 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太輕敵 還是太天真 認為說這樣的動態被掌握也沒關係 他軍力強大到 還是可以一口吞下烏克蘭 但事實證明 你的所有軍事上的動態 都被敵方掌握情況之下 你只有挨打的份 所以到後來真正 這個戰場 已經開始發生 這個攻防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看 最近其實每天看到 這個華府智庫 每天都有一個戰略態勢圖 其實你去看那個戰略態勢圖 看的不是只有俄軍占領的區塊 在哪個北線東線南線 上面標示的還有哪一支部隊 其實你去看它上面是有番號的 也就是說今天譬如說 俄軍最精銳的第一進位坦克 是在哪個位置 或者是說當時在搶奪 這個基輔附近 最近的安托洛夫機場 是哪一支空降師 他們完全都知道 也就是說不只是圖像式的地面的 這個武力跟這個武器的部署之外 其他動態的或者是通信上面的接聽 可能即將要在哪個地方上頭 是不是有下面令 要開始要啟動部隊 讓部隊機動往哪個方向走 完全撩弱執掌 這種情況之下 俄羅斯當然在戰場上 其實基本上是 這個處於敵案我名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伏擊會出現 當然跟美方的情資的收集 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整個科技的一個情報戰場 其實分非常多的區塊 包含像這個我剛剛講圖像式的 衛星可以拍 無人機可以拍 或者是像通信電針的接聽 其實還有一塊外界沒有觀察到 這一次喔 這烏克蘭這個哲倫斯基 講了好幾次說 他們破獲好幾個暗殺小組 這個暗殺小組 他為什麼可以破獲 有談到說 這一個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有內線 也就是說除了科技情報 還有人員情報 所以這是一場 這外界都看不到的情報戰 那當然還有 大家也對於說 他地面部隊 為什麼這一次 包含坦克已經被擊毀500多輛 整個裝甲車 被這個摧毀的數量高達2000輛 也在質疑說到底為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 確實過去來講 俄羅斯的地面部隊 他的坦克是世界著名 鋼鐵熊獅瑞不可擋 我們先看到上面 這個是過去在紅廠閱兵 上面這是最先進的T90M坦克 這一輛要1億多台幣 算是最高等級 再往下看 這一次的主力 T72B3 數量最多 大概有1300輛 整體上來講 這次在戰場上被摧毀的也最多 在下面我們看到 T80BVM 這一型坦克 這一次也有非常多的現身 那結果投入到烏克蘭的戰場之後 我們看到 像在這一場 部落維利的 這一個坦克伏擊站 就看到進去之後 變成被打爆的狀況 結果我們再看到下面 這個整個砲塔都被打仙 那甚至外界也在觀察說 到底為什麼他們的坦克 這麼容易摧毀 我們當然講到說 因為反裝甲飛彈的威力 讓二軍這一次吃足了苦頭 所以他們也研究非常多的 一個反制的方法 包含像這個上面看到 砲塔上面 這個加裝的鋼篷 這個鋼篷目的是什麼 本來他們認為說 可以對應所謂的反裝甲飛彈 因為反裝甲飛彈 傳統上來講 如果單一彈頭 像RPG 七型這一型的 直接打到它 可能可以先引爆彈頭 保護它不會往下穿 像這個硬的 這是反應裝甲 但是今天碰到的是標槍 標槍有兩個彈頭 重裂彈頭 第一個彈頭 它會先引爆 第二枚彈頭 直接高溫穿透進去 所以這個對標槍來講 其實有這樣鋼篷 也沒有任何的用處 所以到最後你看到 下面這一張 就是它被整個擊毀的狀況 還有其他方法 包含像這一次 T80的BVM 我們看到上面 它除了上面 有所謂的硬式 像磚塊反應裝甲 下面這也是他們 俄羅斯的獨門 它改成布式的反應裝甲 裡面塞了一些反應裝甲 但這次被霧軍發現說 很多被擄獲的裡面是空的 就是說可能有貪腐的狀況 沒有塞反應裝甲 那為什麼要改成這種 布式軟的反應裝甲 主要是過去在車程 城鎮站的過程中 這些坦克在轉這些 大街小巷的時候 有時候一轉到 就會碰到反應裝甲 會碎裂 所以它改布式的反應裝甲 還有包含像我們看到 這次最新的 這一個T80 這個UM-2型 我們講到說旁邊還有 這個APS的主動反應系統 可以發射這個炮彈 可以攔截 像標槍這樣的飛彈 結果到最後看到下面這一張 這是被擄獲的戰車 上面的這些 這個APS的這個炮彈都打光了 結果還是被擄獲 被擊毀 所以等於說整個地面的 一個部隊的狀況 非常的糟 這麼多的所謂鋼鐵雄屍 變成鋼鐵的一個破銅爛鐵 這樣的一個情況 背後當然 這最重要體現的 也不是說 只有反裝甲飛彈的一個強大 變成是整個戰場的 一個精靈管理 過去強調是陸空聯合作戰 這一次美方評估說 俄羅斯似乎空軍 都沒有對地密資攻擊 並沒有進行所謂 聯合作戰的一個跡象 那美軍其實早就已經 在往外面跨一層 叫做天空地 也就是說連太空中的衛星 或者是無人機 都已經發揮很多的功效 所以整個戰場可以看得出來 是一場現代的科技戰爭 對過去二戰的思維 所以為什麼 二軍這一次會受到如此重挫 並不是沒有原因 好 我們稍後回來 那張誠大哥 剛剛明杰講說這場戰爭是現代科技全方位的整合大戰 對上俄羅斯是過去二戰的老戰生的思維 所以這裡頭事實上有很大的作戰方式的懸殊差異 另外一個部分是電子戰的部分 特別是台灣社會也要去思考 如果有朝一日中國攻台 電子戰也可能是雙方重要成敗的核心焦點 的確 雖然在這一次的戰場上面 可以看到俄羅斯在有形戰力的潰敗 其實他在電子戰上面是更嚴重 那我們先看看他這次電子作戰上面 他幾個比較不OK的地方 比如說他在前面四天前面五天 用所謂的不管是口徑巡迷飛彈 或者是彈道飛彈做打擊的時候 精準度其實不是那麼的理想 這個讓我們就第一個聯想到 就是俄羅斯的Gloronus 就是他們的衛星定位系統 是不是在開戰前就已經被干擾了 因為這種飛彈的導引過程中 它的衛星定位是必須要有的 不然就像打蝦犬一樣 我連我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怎麼打我的目標呢 像打蝦犬一樣 所以就有人懷疑 是不是Gloronus在這之前就已經被人家 在俄羅斯發動的戰爭 就已經被人家干擾了 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在剛剛明老師有提到 事實上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2月16號 本來是美國說2月16號要開打 在那個之前公開訊息 我們就已經知道說 美國的RC-135在波蘭 在很多對方機在飛來飛去了 那就是電戰機 電戰機在收集資訊 電子作戰的背景就是 我先把資訊收集完整 我要做攻擊 我要做干擾 要直入的時候 我才知道怎麼去對付你 所以很有可能在這場戰爭裡面 俄羅斯的電子作戰的能力 已經被美軍先摸清楚了 所以當戰爭發生的時候 就秀給你看 第二個要看的就是 從彈道飛彈第一波攻擊裡面 第二個要看的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俄羅斯在四個戰線的 協同作戰其實並不理想 很可能也是被美軍干擾的 可是反過來看 哲倫斯金可以到美國國會演講 他的通訊是正常的 這怎麼一回事 這就顯現出來 兩邊電子作戰能力開始不一樣 這中間有兩個點 一個是不能 一個是不想 到底是不能不想 我先幫俄羅斯找點理由 他不想好了 什麼叫不想呢 我不想把我的能力秀給你看 不過這有點不太合邏輯了 另外就是不能我做不到 所以就只好被你這樣修理了 那我這邊做一個結尾 讓大家注意了 台海戰爭一定也是電子戰做第一波 那我們中科院以前有旋武計畫室 專門在做電子戰的研究 可是我雖然離開12年多了 但是我感覺上 我們國家對這方面並不是很重視 雖然蔡仲仲成立所謂通知電軍 但是那是軍隊研發的部分要加強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烏克蘭戰爭已經打一個月了 對於全球來講 另外一個要買單付出的代價 是這一個物價 特別是能源的價格 跟糧食的價格 那一方面烏克蘭今年的生產跟出口 會大受衝擊跟影響 另外一方面就連北美還有南美 今年兩大糧倉 事實上糧食都欠收 月中剛剛看到 美國今年的穀物的價格 恐怕看起來 也有可能變成推升通膨的 另外一道力量 沒有錯 因為剛剛從影片裡面 我們看到 現在全世界的糧食 遇到兩大問題 一個就是南美洲的乾旱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烏克蘭 現在所面臨的戰爭問題 我們看到烏克蘭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的總耕種面積有1500萬公頃之多 但是今年可能只剩下700萬公頃 光這個耕種面積就整整少掉了一半以上 大家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大 大家也知道烏克蘭是號稱歐洲糧倉 那一個糧倉能夠耕種的面積 一口氣就少掉了這麼多 那怎麼辦呢 其中我們在看到 玉米的耕種面積在去年是540萬公頃 今年預估只剩330萬公頃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去年已經耕種的 照理說今年要收割了 結果戰爭爆發 直接就是告訴你 這些就報廢掉了 其中我們看到小麥 去年大概種了650萬公頃 結果現在只剩下大概400萬公頃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戰爭還在持續 所以能夠收割的面積勢必還會更少 所以現在最直接的 烏克蘭已經把好幾種的穀物都禁止出口了 包含了黑麥 燕麥 小米 巧麥等等 甚至包含的肉品等等 甚至大家更擔心的 如果也小麥等等 通通都全面禁運的話 那這一波的物價就會很嚴重 所以聯合國 我補充說明一下 類似小麥這一類 是歐洲主要糧食的原料 沒錯 所以是麵包 麵條 麵粉 麵製品的原料 然後像什麼黑麥之類的是啤酒的原料 然後這一個 比方說玉米 小米這種有些做飼料 然後它還有養殖的肉類 所以這一個糧食的價格可能會全方位的失控 沒錯 所以現在聯合國的糧農組織 FAO已經出來說 全世界接下來真的會有糧食危機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FAO 這個聯合國糧農組織所做的這個 糧價的統計指數 你可以看到 在之前的低點就是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 接下來整個糧價就是一個 哇 幾乎就是垂直線往上衝 你就知道這問題有多大 而且還不要說直接的糧食 間接的肥料又是一個大問題 尤其是俄羅斯它掌握了尿素跟假肥 給這兩個重要的肥料來源 所以現在全世界的肥料價格也大漲 譬如說東南亞的假肥已經漲了25% 加拿大溫哥華的假肥創十年新高 在阿拉伯灣的尿素大漲了30到33% 連中國已經算控制最好的了 過去一個月 山西漲了13% 安徽也漲了 創了四個月新高 所以這些問題真的一環扣一環 那不只是我們剛說的這些農產品 連漁貨現在也要受到影響了 我們看到實際其他國家 你看到韓國好了 韓國人都非常喜歡吃海鮮 但是他們海鮮 絕大部分從俄羅斯進口 因為俄羅斯是他們第二大的水產的供應國 所以光過去一個月 韓國的鮭魚漲了87% 帝王蟹漲16% 鮭魚漲了10% 所以他們現在不得不從其他國家 像從智利 從澳洲 甚至蘇格蘭來補這些 進口這些貨 大家不要以為是只有其他國家 台灣一樣有這些問題 台灣很多的吃到飽的 或是一些海鮮餐廳 日本料理餐廳都會供應帝王蟹 結果帝王蟹現在已經漲了六成了 因為很多的帝王蟹 跟你說是日本 其實都是俄羅斯來的 還有什麼 海膽也是一樣 幾乎也都是俄羅斯來的 海膽更誇張 已經漲了兩倍了 所以很多吃到飽的餐廳 現在都不敢讓人家吃到飽 都改單點了 還有牛奶 尤其家裡有小孩子的 真的要緊張了 因為剛剛講到的 飼料的關係上漲 所以國際上的牛奶價格 其實已經漲了三成 台灣當然也撐不住 因為現在洛龍已經出來講了 台灣的玉米飼料已經漲了五成 牧草也漲了三到四成 其他運費跟飼料也都漲了三成以上 所以告訴你 現在整個牛奶的價格 要漲一成以上 不要跟你說準備了 其實已經漲了 你自己到一間商店去看你就知道 那回到中國的部分 中國可能看就數字上 都覺得他們好像準備得很好 你看到 不管大豆 小麥 玉米 黃豆 他們都儲備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糧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來 我們看到 中國自己講的 中國其實現在面臨兩大問題 一個是洪災 尤其從去年以來 中國因為洪災 整整的耕種面積少了三千萬畝 今年還有百分之二十的這些農地 會因此沒有辦法耕種 所以他們就想到另外一辦法 當然我就到外國去收購農場 收購這些農業的企業 結果他們主要就是在烏克蘭 結果烏克蘭又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中國自己跳出來說 現在的糧食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 QR後訂閱年代 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Twitter、Twitter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追蹤、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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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